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资粮福德的资粮靠自己严厉的去修 你今天道德不好 我要拼命的改啊 非常的严厉啊 道德好的别人看得起你啊 吹牛撒谎谁看得起你啊 所以你想成佛 你一定要严厉的修自己的福气 我种善奉行 我一定要帮助别人 你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你就是会有福气啊 你就是做生意 你就是做生意一样 你很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把产品搞得好好 质量搞得好好的 那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你的钱会越赚越多 这就是要严厉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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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因为你是在修福德的资粮啊 你的智慧资粮虽然还没有 但是你必须先要有福德的资粮 如果这个人福气很大 福报很大 你想想看有些人比方说 大家都对他好 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 这个人人缘很好 大家一定对他很好 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 这个人很有钱 很有福气 你看看这种人会不会有智慧 你说做生意做得好 他也懂得怎么样 让他的客户能够满意啊 他也有他的智慧 所以我们世间的福报 有钱有的时候 可能可以买得到你的福气 但是你要知道 第二资粮 那是智慧的资粮 你的智慧福德是钱买不到的 所以师父让你们正信正念 就是让你们用心去达到 你们智慧的那种内心 的一种知识 佛学知识 如果你有智慧了 你就懂得什么叫福德资粮 什么叫智慧资粮 所以我们修行第一步 就是要修这两个资粮 修好了资粮 你才修 家就是增加的家 行就是修行的行 位就是这个位子 也就是说你连福德 道德都没有 福气也没有的人 你今天连修行念经的时间都没有 你拼命的只知道打工赚钱 你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 你这个人有福气吗 没有 你这个人如果整天算计别人 没有道德 你能有修行的果报吗 没有 你今天没有智慧 你舍不去这些时间和钱财 你就没有这些资粮 所以佛经上讲 你今天要第二步 要加行位 也就是说包括你自己的念经 许愿 放生 参禅 打坐 包括一切修行 因为要在这两个资粮道的上面 你才能做这些事情 这叫加行位 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智慧 没有这样的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 这两个是造房子的foundation 那是个基础 你没有这个基础 你房子是造不高的 所以任何的加行位 就是必须要有这个基础 师父跟大家什么叫加行 就好比已经修了 增加你修行的能量 你今天已经是一个修行人了 如果我今天是修行人了 我再出去做善事 我今天已经是个修行人了 我再去帮助别人 我再去参禅 再去念经 许愿 是不是加行了 增加你的行为 相当于一个工厂里面 你已经很好了 那么你增加多几个品种的生产 你本来这个工厂里是做毛料的 那么你现在的确量你也做 毛纺织的其他的布料你也做 那就加行 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工厂里的基础上 你在加行 叫加行位 所以很多人参禅 坐在那里半天 脑子里全是杂念 有的人打坐 打了半天 有的人学佛 讲出来道理一套套的 你连智慧都没有 你连智慧德能都不够 你连自己的道德水准都不够 你怎么能够修出佛道 所以要加行是第二步 所以在佛经里面讲的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修行 实际上是经过两个 大阿僧奇节 多生多世修来的 也就是说当你今天拥有了这样的修行 你可能修行 你今世能够一世修成的话 你不知道累世 要经过多少阿僧奇节 阿僧奇节什么意思 那就是不可计数的 无始节以来 很多很多很多的 就没有数字可以计算的 叫阿僧奇节 多生多世 所以为什么你们很多人的前世 这么复杂 修了多少事 你才能最后修出这个果位出来 那么刚刚讲到加行 那么到了后面就见到位 见就是看见的见 道就是得到的道 佛道的道 所以见到你才能悟到 见到位 所以禅宗里边在六祖谈经里边讲到 五祖当时就告诉六祖 不见本性修法无益 不见本性修法无益 你今天修行 见不到你的本性 你修各种各样的法 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这就是见到位 因为你见到不是眼睛看到的 而是你真正内心 已经找到了你 阿摩罗斯的最后内心的悟道 所以见到位 以后才是修到位 你见到了 你才能修到吧 修到悟性起了 那么你才能开始从初地菩萨 到二地菩萨 到十地菩萨 这么修上去 那么就是修到位 就是一道一道的 就是什么上去 其实就是品位 最后成佛了 就是第五步 修行的第五步 那么叫究竟位 究竟位就是 修到无上正等正觉 达到究竟了 究竟圆满了 到底了 因为他本身没有到底的了 所以这个修行的五个方法 你要经过三大阿僧奇节的修行 就是多少事 多少事 多少事 不知道多少事 无可计量的多少事 你才能成为佛呀 所以你说说看 一个人要成佛多难啊 所以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么我们叫他凡夫 因为凡夫就是凡人 俗夫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成佛道路 你要经过这五个程序 才能最后修成佛 因为你见到以后修到 你修到以后才能究竟位 达到究竟 所以六祖谈经上也曾经提出 不明自心 不见本性 修法无益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你连自己的心都找不到 看不到自己的本性 你见不到自己的本性 你再怎么修法 也没有益处的 见到以后你才能修到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菩提自信 本来清静啊 所以在佛学界当中 有很多人都有争议嘛 就是为了争论 关于这个佛学的问题 因为世界上修行人很多 那么很多人说 我不明自信 我为什么不能修行啊 其实 在禅宗蒙下 有三个这方面的观点 一种说 悟后起修 开悟了之后 你才开始修行 明白了 再修 修到以后才能修行 也就是说你修到了之后 你才能开始修你的行 修行修行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先修后悟 你先修啊 后来就开悟了 又有一种说法是 修到跟见到同时并进 所以在佛法界 对这个问题 一直大家有生论 所以 在佛经上说 自卫得度 先度他人 自卫得度 先度他人 菩萨发心 自觉以缘 能觉他者 如来应试 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 不管哪个方面 你要同时并进 所以现在末法时期 不是说 你先把自己修好了 再去救别人 等到你修好的话 很多人就等不到你救了 你要有多少能力 就去救多少人 一边在救别人的当中 你先修到 再修自己的行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见到也好 修到也好 你不要去想这些 你的心里就没有计较的心 就是心中有佛性的平衡 你就能修成大道 所以大菩萨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时时刻刻 先把自己两个资本修好 这个资粮位一定要修好 要有福报 一个是福德的资粮 另一个是智慧的资粮 能够懂得这些资粮 你才有资格去学佛修行 这是必须的 而当你修到一定的时候 你的福德和福报的资粮 和你自己的智慧 和你自己的智慧资粮都会拥有的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帮助别人 这叫自度度人 有些人 有些人没有福报的人 经常你叫他修行 他就说 哎呀我没时间呐 我没时间修行啊 我忙啊 我要养家糊口啊 等到哪一天 你真的想退休了 想好好修的时候 可能你的寿命也不让你再修了 你的业障 你自己所造的因果 可能会给你起到一定的果报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资粮道 智慧道好好地学好 要有真的智慧 真的智慧就是舍 慢慢的就会懂得 越来越懂得 这个有了资本之后 你才能修各种各样的 比方说打坐啦 然后念经啦 许愿啦 放生啊 有的人整天放生 他以后也能成佛 因为他太慈悲了 有的人整天的就许愿 他每个愿力他都能够达到 他这个人就是愿行菩萨嘛 他也能成功啊 大愿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地藏王菩萨 大愿 菩萨 所以念佛修心 修戒定会啊 等等一切 你首先要 加行为 首先要在于 你要有资良道 所以加行了之后 你就见到位了 就是你真正的 因为你的根基好 然后你修心啊 念经啊 放生啊 你就慢慢见到空心 其实空不是一句话 空啊 因为有境界的呀 很多人放得下 不一定空啊 很多人空了 不一定放得下呀 因为你空多少时间呢 要一直空下去的 你才能见到位啊 所以见到了之后 你就开始修到位了 所以很多 现在说的 你这个人做事情 到位不到位 其实就是这个道 其实就是这个道 这个位 我们现在人说道 道达的道 实际上就是你修到的道位 如果你一辈子修到最后 你没有修到位 你空性 也会失去 你暂时理解的空性 你就白修了 所以佛法说 不见空性 修法无义啊 你修到后来 你要错误 你就是见到空性 你才能修法有义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六祖 他也不看这种经教的经文 因为六祖是古佛 再来啊 你看 所以他讲的一切 都是让我们明心见性 开悟的 所以大家知道 修到位 修到菩萨的道 最后就是究竟位 才能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 我们修心基础最重要 如果你连小毛病 都不愿意改 你连撒谎 妄语啊 奇语啊 两舌啊 很多的小毛病 你都改不了 你不要说你能修成 因为你说自己修成 也是妄语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改变自己 从自我的修心开始 好好地掌握两个自良道 非常的严格地去遵守 这两个自良道 你将被众生所装严 你也就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好 今天呢 师父最后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都是佛陀当年在的 佛陀呢 与大比丘 一千二百五十人 来到奇数 挤孤独园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的 当时跟随佛陀有一千二百五十人 到孤独园 当时呢 有一位尊者 尊者就是妇人吧 有地位的吧 我们都称为她是尊者 她拥有了无量的金银珠宝 万贯家财 她虽然 她虽然非常的富有 但是非常的吝嗣 由不知足 也就是不会知足的 她不仅不供养 侍奉她的父母 连妻子奴仆 也是跟着她吃不饱 穿不暖 她更加不与自己的亲属朋友往来 就是为了怕别人问她借钱 借贷 财物 这个尊者命中之后 没有子女继承家业 所以当时所有的家产都归国家所有 比丘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 佛陀就告诉了朱比丘 就是告诉所有的法师和尚 这位尊者 佛陀说 这位尊者不仅今生千令 就是令色的 不行不失 因为他过去生也是如此 佛陀很喜欢讲英国 我们经过了两千五百多年 我们也喜欢继续听佛陀 当年讲的那些故事 佛陀说 过去在大香山 有一种枇杷树 这些枇杷树 树上住了一只鸟 这只鸟的名字呢 叫我所鸟 我所鸟的意思啊 就是应该属于我所有的 叫我所鸟 枇杷树的果实呢 非常好 有食疗的效用 就是这个里面呢 有点像中药成分一样 吃了这个枇杷树上面的果实啊 大家很多的病就好了 比方说对肺啊 对肾脏啊 对气管呢 都有帮助 结果呢 果子成熟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呢 上山就去采果实了 这个我所鸟啊 他整天在这个树上 他觉得这个树是他的 你们怎么可以跑到我们家里来采我的树啊 他就猛烈地喊 哎呀 这些果子啊 是我所有的 你们不可以来摘啊 这鸟啊 就叫啊 我的果实啊 我的家里的东西 你们怎么都可以来摘啊 结果你们都知道了 这人怎么会去理他的叫喊呢 大家摘着果子哦 不停地拿呀 竖取呀 这个我所鸟啊 一再地叫喊 不要拿我的东西啊 你们赶快停止啊 不要拿我的东西啊 你们赶快停止 别人照样拿 任凭他怎么忧愁的叫喊也没有 任何一个人停下手边的动作 果子一颗颗被摘下来了 我所鸟不断地哀嚎 我家里的东西啊 全被人家拿光了 他的悲怯声越来越小 叫到后来 立即身亡 这鸟就死了 因为后几世 由于他曾经在几世当中不失 所以他的今生又拥有了财富 但是他累世地 记在他八十田中的这种令色 令今世这位尊者又开始了前令 又来开始贪了 佛陀就告诉比丘们 比丘们 当时的我所鸟就是现在这位贪令尊者 就当时那个鸟了 就是这个贪得不得了的这个尊者了 佛陀继续说 所以大众当休不失 割爱去贪 内心恒长 保持清静无垢 比丘听佛所说 各个欢喜 依教奉行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永远是你的 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树上 但是它不属于你的 就算拥有的东西 也会时间长就会坏掉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皆生灭无常啊 你们想一想 哪样东西是你们可永久拥有的 都是无常态的 就是连和你们每一天朝夕相处 不理你们的色生 你看你们到哪里 色生是不是要跟着你们走啊 你们走到哪里 你们这个身上这块肉体 是不是跟着你们一起跑啊 到了最后 也有败坏之日啊 短暂的生命过程当中 何不把握修善因缘 好好地要懂得 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要与人分享啊 懂得慢慢地分享 你就会得到分享当中的喜悦 所以佛法也是靠分享 我们做人也是有好的东西 大家一起吃 你会更开心 佛法大家一起学 精进大家一起来 每一天活在佛法当中 一个意念 一个思维 一句话 一个行为 离不开佛 你一定早晚成佛 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你在人间学佛 你以后会成佛 就像我们现在人一样 你在人间 你现在学画画 你以后可能会成为画家 你今天在人间 好好地烧菜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著名的厨师 你天天在设计房子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很有名的设计师 你天天在念经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菩萨 你天天做好事 你会成为一个大善人 你天天贪嗔痴慢疑 你会成为一个 被人家不为人耻的一个凡人 你天天地在害别人 因别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人间的鬼 所以我们学佛 就是要学的未来 我们每做一步 每走一步 我们都是在为未来着想 所以未来的佛 未来的菩萨 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靠着我们今天 一步一个脚印 学佛而成的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继续和大家分享白话国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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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